歡迎來到中天娛樂頻道 這是我們中天新開張的娛樂頻道 請大家趕快去YT訂閱中天頻道 按讚再按小鈴鐺 可以看到這邊的大大的摩天輪 還有這個彩虹色像是威尼斯的建築 這邊就是台中的利寶樂園 利寶樂園相信各大網美應該都很熟悉吧 這就是個網美聖地 你不用去義大利 你也不用去歐洲 你直接到台中來 你就可以享受這種 你知道國外feel 非常的美麗 然後這邊其實也有洛宇松 那我現在人在的位置就是 利寶樂園的跨年晚會現場 現在呢 有沒有聽到 女神聲音 女神是誰 就是我們的安心亞 等等的話我們會直接到後台 去直擊安心亞 在後台的準備就緒 還有這麼冷的狀況之下 他怎麼保溫 我們知道這個利寶樂園呢 他這一次的跨年是真的是非常的有看頭 因為就是他們會設計這三面 包括摩天輪這一大面 都會設計這個煙火施放 是號稱270度的這個視野 那人的眼睛呢 其實我們人的眼睛只有140度 他這個270度 我是不知道大家是要怎麼把它裝進去啦 就是大家好好享受這個 美麗的煙火盛宴啦 不過我們現在就繼續走喔 現在的氣溫其實是非常的冷 雖然你看到現在台中其實是有太陽的喔 只是我還是覺得好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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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覺得體感溫度大概只有10度而已 然後不過在現場我們還有一些工作人員是穿短袖 真的是超厲害 他說要動有工作的人才會覺得不冷 就像我們看到小A哥 可以看到我們的小A哥 請問你現在穿短袖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有多穿銀件背心了 是的 真的是勇士來著耶 你知道晚上會更冷嗎 那是晚上的事情我有戴外套 我跟你講你看小A哥的想法有多樂觀 晚上的事情交給晚上再說 是啊是啊 就肚子餓再吃飯嘛 就是這個道理對不對 錢花完了再賺就好了 現在不用那麼認真 我們現在收工 我們現在收工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好 我們現在繼續帶大家來看這個跨年晚會的這個未來的現場 我們繼續走 其實昨天的時候 我還不覺得冷 一直到晚上 12點1點我都覺得不冷 然後我在那邊咒罵立剛哥 我說立剛哥你在那邊唬爛 跟我說什麼霸王寒流 我唬誰啊 結果 結果今天早上要出門的時候他就覺得 好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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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本來的Jazz Coal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們覺得我現在是這個包頭 就是獅子造型 獅姊造型 但其實我要跟大家炫耀一下 我今天早上8點多就進公司 書畫了 你看我 我今天早上有多正 我今天早上就是整個綁 就是你知道韓系偶膩的造型 結果現在就是獅姊style 因為沒有辦法風真的太大了 太冷了 好我們可以聽到現在是這個安心雅在彩排 這一次安心雅真的非常不得了 我只能說這次台中立寶樂園真的是有夠微有夠有看頭 可以請到安心雅 原因是因為呢我們的新雅姐這個宅男女神啊 她這一次來立寶樂園 因為立寶其實台中是她的家鄉 然後她就說OK她可以為了她的家鄉而脫了 有多威多辣 等一下我們在後台訪問她 讓她自己來說說 那現在呢 特派我就要帶大家直接上台 想直指一下我們的新雅姐姐 認真努力的一面 走 這邊要小心喔這邊有布 然後從這裡 好 可以看到現在站在舞台正中央的就是 安心雅 宅男女神安心雅 她現在穿得非常的厚 還有西上靴 有沒有 跟著她們的舞裙 可以看到她現在非常的認真 嗨 她現在搞不清楚我們在跟她打招呼 好我們就是 不要打擾我們的新雅姐好了 OK 好我們現在直接到後台去 在等待安心雅彩排的同時呢 還沒開始 那我現在就來廢話一波好了 我覺得我今天真的是 報應來著 因為 就記得我昨天凌晨兩點 還覺得沒有很冷的時候 我在那邊咒罵戴立剛說 胡我 今天一定會很冷這件事情 結果我今天早上就 就 就嘗到苦果了 我現在穿的 雖然我 你看我穿了兩個套頭 然後還有這種很厚的 這種 百分之一百的那種羊毛毛衣 但是我現在還是冷的不得了 對 然後就是 我今天看氣象 梁哥是跟我說 因為負南極震盪的關係 所以導致於 她的那個冷空氣往下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是台北的事啊 那是基隆的事 宜蘭的事 跟台中沒有關係 我還抱著僥倖的心態 想說 OK fine 我到台中去 然後邊 哇到 我們那時候看到苗栗的時候 就開始有陽光露出來 然後我還想說 OK 就是不用怕這樣子 小A哥 你現在 拿出暖暖包 是什麼意思 你真的很暖耶 還沒暖 還沒暖 對 不過 不過那時候我看新聞有說 其實你去戳那個暖暖包 它其實是不會到非常的熱 因為 好像暖暖包裡面是有含鹽巴吧 我那時候是看那個 就是科學百科 就說暖暖包裡面有鹽巴 所以 其實你是應該要把暖暖包灑一點水 它那個 鹽巴跟那個 什麼東西來著的 會 會起反應 然後暖暖包的 熱度就會比你用手搓還要熱很多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因為我現在只有口水而已 可是我現在很渴 所以我口水沒辦法吐上去 對 好 可以看到呢 現在安心亞正在走 走位 因為今天晚上的表演 而努力 好啦 其實我是胡你們的啦 安心亞姐姐現在在這邊 來我們的鏡頭 往右邊帶 現在 新亞姐在拉筋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拍欸 她筋好軟喔 三次 五 四 八 六 七 八 三次 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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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嗆他們說 我到底跟你是結了什麼鬼仇 就是要這樣弄我 這樣 我當上王家媳婦 你也會 受益啊 我也不會忘了你啊 你這樣搞我啥意思 所以那時候就是都很care自己的外表 不過現在直播也是要注意一下啦 因為 剛剛我們在一開始的彩排的時候 其實有試了一下 就是臉是會反光的這樣子 好 廢話不多說 因為長官指派任務要趕快來 promote宣傳一下 就在 我們還在等待 新雅姐姐排練的時候 喔 好 看看長官 說什麼廢話 好啦 現在就是大家可以很free 好 就是我們 其實就是要請觀眾 就是訂閱我們的中天新聞 然後 你看我覺得現在 其實變成 走YT也滿幸福的 因為以前當記者真的不能那麼青菜 你知道嗎 不能那麼隨便 就是你可能都要很震驚 就是比方說這樣子 好了 主播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中 立保樂園 那麼 然後就在那邊很正式 正正經經經的胡說了一坨 然後其實重點訊息都沒有記起來 因為你可能要很故形象啊 然後又要一直邊想著 王家的人會不會看上我啊 然後 對 你就 你care的事情很多 所以你反而重要的事情都記不起來 那我覺得現在走YT大家比較喜歡這種 私底下輕鬆活潑又不做做的一面 所以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對我自己來說 其實幫助蠻大 像現在長官立刻order我 那我就可以立刻來 promote一下喔 就是請大家 就是要訂閱我們中天新聞 然後我們也有中天的財經 也有中天的娛樂 就是我們這個 中天娛樂頻道 上YT 其實你們現在就在看了啦 趕快叫朋友 定起來好不好 就可以看我在那邊冷消微 你看頭髮又亂了 好 話還沒說完 中天財經還有中天娛樂 然後還有喜歡政論的呢 就家定正常發揮 就是我們的佑正哥跟龍蓋森 謝龍姐的這個政論節目 然後就是在中天電視頻道 最底下你就可以找到精選頻道 按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是請大家就是支持我們 這樣子就是才有好看的節目啊 還有最新帶你們來看這個 藝人的動態 好 現在可以看到呢 我們安心亞正在為今天晚上跨年活動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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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身體揉身體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哇 哇 那個腿 那個胸 那個 body 所以 so hot 其實安心亞是我看過最不 最不大排的藝人 因為你看我那麼近距離的打擾他 他還是沒有在管我們 現在大家正在很嚴肅的討論 因為跨年活動是沒有辦法重來的 所以一定要把最好的帶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導播們都非常努力的在幫忙看 怎麼樣才可以呈現最好的表演給大家看 其實這有點是獨家先揭露一些今天晚上的跨年活動給大家看 就是 哎 呀 Ouch 怕 好 不好意思 好 好 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 我們現在離開 好我們現在被驅離出境了 沒關係 沒關係 直播繼續 直播繼續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打擾到 安心亞的彩排活動了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有告知啦 所以網友不要 不要生氣 不要覺得我們不尊重就是彩排團隊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們都有溝通好 只是因為我們可能真的擋到人家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帶你們到後台去看看 就是從這邊然後走回來看 對 最會是喔 好啦我剛剛為大家小揭秘啦 就是安心亞 她今天會表演的這個項目活動 嗯 來 哪一隻啊 好 那沒關係 因為這邊是比較high 好 來 那我覺得現在的話呢 我就帶大家到後台去看看 因為其實藝人的帳篷包都已經 都已經蓋 都已經設好了 C好了這樣子 6 7 8 1 2 3 好啦 其實我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安心亞的印象好了 因為昨天的時候 我還在看那個 被偷走的那五年 就是白白河 跟那個 另外一個男神主演的一部電影 然後其實安心亞在裡面就是也有 也有串場這樣子 她是演就是男主角 的 的女朋友 對 然後她在裡面就是一個灑白甜啊 然後呆呆的一個女生 然後男朋友被搶了她也無所謂 然後就是很可愛的一個角色 然後其實那時候 那是我對安心亞第一個印象 我覺得其實她 就是一個 漂亮的女藝人 然後 可能就是靠著模仿節目出來的 她一開始是模仿瑤瑤的沙很大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然後就是在 就是當那個舉牌女郎 然後那時候就也對安心亞 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後來她推出越來越多的作品之後 你就會覺得 哇這女的不得了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非常認真的一個女藝人 她勇於嘗試唱歌跳舞 像之前跳舞她也不會啊 她也是練起來的 唱歌跳舞 然後演戲 什麼都涉獵 然後也是很努力很努力的為自己 在演藝圈天上一筆傳奇這樣子 好 那我們 現在就來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我們12月31號跨年的卡斯 有誰 這個呢就是Nuvie 她們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團體 成立差不多三年左右 那她曾經也在日本出道 然後Nuvie我們也會介紹 好接著我們跟著走 而且這次台中立保樂園很酷喔 他們是跨年雙演唱會 就是我12月31號玩了 阿不算喔 還有繼續 1月1號晚上還有一個演唱會 然後大卡斯是蕭敬騰 超級厲害 好這就是新亞安新亞的帳篷包 我跟你講台中的風 真的是TMD的大 有夠大 那個棚子那個我們今天 我今天要看看攝影看喔 就是台中在的主會場吧 就是公園那個台子整個被吹掉 而你看立保樂園的 堅固如山 堅固如石好不好 藝人不用擔心 好 繼續走喔 還有誰 來 讓我跟妳介紹一下 今天你們一定要看 這個明天一定要看 3月 今天是30號嗎 我都搞混了 冷到呆掉 31號的時候呢 我們的大咖就是這個 Local天團5566 咱們的5566好不好 還有 饒舌天團 頑童 而今天 你們一定要看 中天娛樂頻道的原因 就在於 我跟你說 我今天會近距離 貼近這個男神 頑童 好不好 小一個 網友有沒有回啊 網友有沒有回啊 有沒有問題想問我的 我還是找我 哈哈 好 反正今天我會 採訪頑童 就是我們的行動荷爾蒙 這樣子喔 OK 電話又來了 但我不知道是誰 我們不管他我們繼續工作 好我們繼續走 所以今天一定要持續收看我們的中天娛樂頻道 中天娛樂頻道 是今天我是第一次 呃 就是敲響 敲羅打鼓敲響這個頻道 因為 我們就是首開的 那1月1號會正式的上 就是正式的開張 那今天有我這個跑龍套的打頭陣 那今天有我這個跑龍套的打頭陣 對 好我們繼續走 好 好 再來 對不起 對不起 帳篷包在這 再來還有烈耳王 他是我們第三十屆金曲獎的這個 最佳男演唱人 他打趴了一票大咖 對 然後我們也會採訪到烈耳王 而且他超酷的喔 他是 他是台大高材生 對 好 再來的話還有江靖 江靖就是 不用多說啦 就是頑童的前妻 但這個就不變體了啦 反正就是江靖也會來到我們現場 那他跟張正月合唱的這個 呃 挺好的其實非常好聽 那他也會來表演這樣子 OK 好 好因為安心亞現在還在彩排 那我沒有辦法就是去 他正在認真在彩排 我沒有辦法去打擾他 那我想說讓大家再看看這個主會場啦 這個藍天這個白雲 這個陽光 超級美麗 有人問說台中冷嗎 來我問問看我攝影 台中冷不冷 超冷的 冷到TMD好不好 這我就不多說了 台中冷死了 但是 你還是要來啦 還是得來利寶樂園一趟 因為利寶樂園真的是卡四非常的強大 有這個頑童 MJ116 然後還有將近 還有我們的安心亞 還有5566 都是天團級的喔 大家一定要來看 然後再來1月1號的話 就是會有蕭敬騰 就是超級大卡司 你們一定要來看 對 而且利寶樂園其實真的很值得 你來這邊你可以Shopping 你可以來逛Shopping Mall 你可以來做摩天輪 你可以來拍網美照 其實這邊是非常非常適合 這個連假來這邊旅遊啊 跨年啊 跟情侶跟家人都很適合 一定得來 好不好 OK 好 那我覺得我現在有差不多了 我現在只是一個暖身菜 你知道 你知道明天的話 我們可是會 我們的大主播 我們的剪製豪 剪小豪 還有我們的神力女超人 最辣的這個製作人 就是我們的詞詞講成詞 那明天的話 會由我們三個人 來主持這個晚會現場 然後還有1月1號 我們也會在 也會跟老蕭一起 然後偷偷跟大家預告就是 我們還會去賽車 那就是專門都是否這個 中天娛樂頻道 請大家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 然後再按小鈴鐺 希望我們這個節目 可以長青啦 好不好 大家一起努力 那今天的連線就到這邊 那我們 接下來的話 等安心亞排演完之後 我們會近距離的訪問她 想知道她的保暖密集嗎 而且喔 還沒有要切喔 導播導播 留著留著留著 我要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安心亞她非常努力的是 她為了這個跨年活動 她為了表現到100分 甚至是120分 她每天只睡4個小時 然後就是要練這個性感的舞 而且她整個就是 畫瞎放大絕 她說她只有最性感沒有更性感 對 她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 在為她的家鄉 台中是她的家鄉嘛 非常非常努力 在為她的這個 家鄉來服務喔 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覺得蠻好笑的這樣 對啊對啊 所以就是 我覺得大家就是一定要看 我覺得沒有到現場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就是 鎖定我們的中天娛樂頻道 我們可以直播 給大家看這個晚會現場 然後也希望你可以到場來支持 然後來體驗一下摩天輪啊 逛Shopping Mall啊 然後來享受這個 270度的這個煙火饗宴 我跟你講史詩般的煙火饗宴 大家請來喔 好 直播到這邊 掰掰 在往下 每個人都不在場 按道理 牧民 絆 也請 十字幕 旁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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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